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教授 也是艺术家胡仁义先生 欢迎您 谢谢 你好 欢迎胡老师 胡老师是从2008年开始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任教 那跟我们形容一下 因为您教授的是纯艺术创作 那您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是这样的 就是2008年开始 我正是在School Visual Arts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最主要是教授的是基础课当时 那么主要是包括Painting Drawing 还有Sculpture 每个教室大概是在 十七八个同学到二十一个左右 我们不能超过二十二个学生 当时还是挺有趣的 因为每个学生都来自不同的纽约 它是个大熔炉 每个学生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国家 对 各个民族都会有 各种肤色都会有 所以在任教的时候 其实我也和我们的学生学习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种高等院校 都是以这种非常开放多元的这种教育环境著称 那我就记得我刚来纽约的时候 我上这个新闻课 这个课本上对新闻这个名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解释 而是给出了十位权威人士 他们对于新闻这个词的一些看法 还有他们的诠释 它是十种观点 那您作为这个视觉艺术学院的教授 就是专业的老师 您跟我们说一下 什么是当代艺术 因为我想很多观众对于当代艺术 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 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什么是当代艺术 一直在琢磨 也一直在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实践当中 我觉得把自己作为一个risk taker 敢于冒风险的人 这是我一个工作内容吧 那么接下去就是怎么样去提出问题 那么最后我希望是不能够把这些问题 抛售给其他的社会工作者 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从业人员 我们甚至要作为一个问题解决者 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作为设计师也好 作为艺术家也好 都应该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应该是 那这个当代艺术创作 在您看来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冒着风险的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研究范围吧 应该算是 当然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其实都存在着这么一个内容 在医学领域 那么在科技领域 包括在新闻从事领域和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艺术领域 其实我觉得都是在不断的琢磨新的内容 那么所谓的当代艺术就是 可能要不断的否定自己 不断的否定昨天 不断的否定去年 而是要给自己制定这个明天的计划 那么明天计划可能还和 后天计划还不能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挺有趣的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的 那转换到课堂上的话 您会最注重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呢 或者您如何教授他们成为一个 我们说有创造力 或者是成功的当代艺术工作者 其实很多孩子在来到纽约的时候 我们说是国际生 他如果来到纽约的时候 他都带着一个父辈的梦想 因为纽约是个大熔炉 也是一个充满着 我们说是音乐家 艺术家 舞台工作者 戏剧家 甚至小说家 他们这么一个梦想的地方 所以很多孩子他来到这儿 他本来就是带着梦想过来 那么我们在SVA这么一个 地处在曼哈顿的这么一个大学校 大的艺术学院里面 任教的一个普通老师来说 我们其实就很想和他们做一个朋友 这样一个方式去和他们一起上课 那么我当时提出的要求就是 You have to make a lot of friends You have to make a lot of American friends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亚洲人 所以很多亚洲的孩子来到纽约 还是比较习惯于和自己本民族的人 待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在课堂里面是不能说自己本国语言的 他必须要说英语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家是在一个页面上共同交流 那现在纽约世界艺术学院 它的这个华裔学生多吗 您感受到了怎样的一个趋势呢 在这方面 很多比以前多 华裔的学生非常多 那么从2008年07年 我任教到现在可能 当时的中国学生可能也就各为数 有个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叫邢丹文 他当时是可能在我印象里面 是第一个来到纽约世界艺术学院 就读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到现在 我们可能每年会有几百个 那么如果 这么多 对 几何时的增长 几何时的确是几何时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中国 包括中国家庭 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面 是看到了这么一个变化 也很兴奋 也参与了这么一个变化 那我也想问问您的观点 因为在人们老一点的观念里 就旧观念当中可能会觉得 学这个艺术的这个学生 就以后就业比较难 谋生比较难 所以去选择去从事艺术行业的 大部分都是家境比较英识 就是不用考虑经济问题的 但是这些年我们就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来美国学习艺术 因为我们都知道 留学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你要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一种趋势 是说明我们中国的家庭 越来越富有了 就是更多的学生 不用为经济担忧了选择艺术呢 还是说艺术行业它本身 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已经更为的商业化 或者是说赚钱更容易了 其实最好的艺术它是商业化的 那么最突出的最顶尖的商业它也是艺术化的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那么我觉得从这么快二十年时间吧 十几年我数学不是太好 看到这么大的变化 首先它经济基础是必须的 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到了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啊 那么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开始这个变化 日行月异越来越来越来越越来越变化大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学生的增长 以集合性的增长 我觉得第一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所有的艺术品 好的艺术品必然是为社会所用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艺术家设计师去设计出来的 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有可能我们现在的摄像机 这个杯子 喝水的杯子 iPhone都都是人设计出来 都是艺术家设计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everything designed by somebody somebody designed this 所以家长也是越来越开明了 他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所说的艺术家 他并不是拿了一支5B或者6B的铅笔 拿了一张纸 然后到街上去卖画 但这个也当然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当时在街上的那些艺术家 在纽约街上那些艺术家 包括我们之前在大陆响当当的那些艺术家 都基本上在街上画过画 而且当时经历过那个阶段 对但是那个我们说所说的是街头的售卖艺术 那么你进了学院以后我们就会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给社会去制造你所设计的产品 然后你为什么要人家付这么多钱来给你的这个创作来买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教授的这么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所有的老师呢 他都是全职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所以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甚至可以在老师的工作室 或者说是老师的工作室 直接就实践了 对对对 就所以他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其实一进学校就知道 我到艺术学员来学习 他不是拿了一支舞弊的铅笔 每天画福尔泰 他和我们中国大陆的 有时候我们的考学前的那些绘画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创作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教学 那么我自己也是非常enjoy 那么在上课的时候 所以也能够和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民族的同学进行聊天 以聊天的方式去进行上课 这也是我的一个方式 特点一个方式 对 那从中国到美国 您自己作为艺术家 进行这个艺术创作这么多年 您看到艺术行业 它在发生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每天都在变化 我们从那个 05 06的时候 看到中国当代艺术 当时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纽约有几十个 专门做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 现在可能一个都不在了 那么看到了这么一个繁荣 你打开Google的第一页 你只要输入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出来的都是当时 08年前 经济危机前 最火的那批艺术家 和他们之前的一些拍卖记录 当然在08年经济危机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可能整个 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么一个是 画廊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 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考验 新的考验 然后艺术家他的方式 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 那批艺术家 他们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当时也可以赚到很多的名誉 但是他们到现在 可能最最得意的是 他们的小孩 他们的子女 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梦想 可以延续在他们的下一代 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进行艺术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到了一个变化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胡老师之前您为我们介绍了这些年来您在中国美国看到的艺术界发生的 变化 那您觉得艺术家在当下这个社会当中 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艺术家和很多职业的人 他其实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有类似 他们有链接 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艺术家可能担任的 可能他们的社会责任更大一些 也比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平时我们知道的那些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吧 比如说是我这里不能说太多的其他岗位 当然有可能会引起不满 但是我觉得艺术家和小说家和还有科学家担任的最大的一个职责就是 怎么样让大家用自己的脑子去提出问题 然后去改善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创作的方式 那么也可以通过一个破坏的方式 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艺术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作考验 或者说他是一个变革的触动者或者是引领者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改 就是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然后这样的命题其实是通过像艺术家科学家作家 通过他们的这个我们说科学家是通过他们的发明创造 艺术家是通过作品 其实您说的小说家作家也是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 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关注同时是一个启蒙 是的 是的 所以艺术家他其实可以改变世界 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他承担责任其实和科学家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从您自己的作品当中 就能看到您对社会问题的不断的这种思考 您是跨媒介的艺术家 您使用的这种媒介非常非常的宽泛 有装置有视频有这个绘画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我觉得吧就是在您的这个艺术作品当中啊 您总是由您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创作原则 无论是您的这个忏悔系列呀瘟疫呀 还是这个弄堂侠呀 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呢 有着就是不同方面的一些关联性 那和我们说一说您的这种艺术追求和艺术表达 其实我一直在想做一个新的媒介 那么这个媒介是用来反映真实的一个事物的本质的 那么我们说去反映事物本质的话 有很多方式可以用眼镜去看 可以用镜子去反射 也可以去用这个物体投放在地上所产生的这个阴影 去想象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 什么样的本质 那么我觉得代表这个事物反映到人的大脑里面的媒介 会有现在还会有很多 那么艺术家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制造这个媒介 而且是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这么社会 大家用手机用的比平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做得多 都要做得多 那么其实我们一个最大的可能最大的一个工具 甚至是最大的一个我们说是创作内容吧 可能和现在的生活有关系 现在的数据有关系 现在媒介有关系 所以但是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并没有觉得我害怕了 看到现在的新媒体这么发达 好像我们艺术家已经没有活路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好玩了 艺术家的机会越来越多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AI对这个艺术行业的冲击 我觉得AI它不会 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答案 它产生的是一个普遍答案 艺术家是不会去产出这样的答案的 我觉得艺术家产出的答案 肯定是一个破坏性的答案 那么这个是AI其实和AI是在做相反工作 我完全同意您这个观点 因为我做过一个尝试 我把我的嘉宾资料输入到ChatGPD 我让他给我写一个半个小时的采访大纲 然后我看了一眼 我觉得里面可能只有两个问题 我会在我节目中问到 就其他的都是你一看就是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你去新闻学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告诉你时间地点你要怎么问 所以那种东西怎么说 你可能对于刚入门的学生可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话 他完全没有达到专业人士的水平 对 艺术家最大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破坏 去破坏原有的规则 去破坏原有的理论和创作方式 那么AI它其实是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去做的对吧 它是建立在已有的数据之上 它都是用旧有的东西来给你整理归纳 但它并没有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能力 说太好了就这么回事 那我知道您其实除了这个艺术创作之外 您也做这个策展工作 您还是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大中华区的总监 而且创立了这个艺术品牌薛汉工厂 那在您看来和艺术创作相比 这一类的策展工作给您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也是一个制造去创作媒介的这么一个工作 我自己也很enjoy 很开心 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和能力 去创作很多展览的机会给更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设计师和艺术家 从纽约毕业之后 我们都是一个大的家庭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庭的成员 为什么不让这些家庭成员在一块 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社会的一些活动呢 这也是我的一个最近几年 对 最近几年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一个初衷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通过这些机会 通过我的策划 也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 或者说他们所期待的一些 一些一些 回馈 对 会有观众过来和他们交流 甚至会有销售 那么我觉得艺术家都是 非常盼望的和观众进行交流 和社会发生关系 那您在选择艺术家 或者是您在策展的时候选择作品的时候 您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大致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要求 没有 我不会去设定一个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放大我的门槛 放低我的门槛 放大这个可能性 让能够有机会有愿望 展示更多作品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好的艺术品 还是一个坏的艺术品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破坏性 有破坏性的艺术就是我们所推崇的 那么我不喜欢的作品肯定是有破坏性 对我的思维结构是一个破坏 那它在某些领域里面肯定是有它的价值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点非常有意思 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因为并不是说可能在你的审美范围之内 或者说在你的标准之内 你觉得它好 它就是好 在你看来不好 因为人都是很主观的 而艺术它不是 就是它是一个主观的 发生主观能动的这么一个物品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客观存在的事实 你觉得它好并不代表别人觉得它也好 你觉得它不好 可能某些人觉得它非常好 就是不同的人看待同样的事物 它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能量 是 你说的很好 你也刚才制造了一个媒介 去反映真实事物的媒介 那么这个媒介大家可以参与进来 我觉得我们邀请所有的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话 那么更多人就有机会 我们平时一直说有时候 在学校里面考试成绩不是太好的小孩 他可能会被劝退 但往往被劝退的小孩 他都是天才 我们所知道的 在中国有很多退学的小孩 他也是天才 但是他不习惯于去考试 他不是一个考试的 他可能是一个 在另外一方面 在破坏性上面是特别有成就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就特别推崇 我们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把他们的这些破坏性的思维 和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想法 能够展现在作品上 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员 中国有句话叫不破不立 对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的行业 都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环节的 而且我们一直平时会想到一个 这个事业好像碰到了一个瓶颈 这个公司好像碰到一个瓶颈 其实最好突破瓶颈的 就把这个瓶颈给砸掉 就里面这个内容是在里面 内容它只要出来了 它就是一个给各个方向各个环节 都释放作用的这么一个好内容 所以我是希望年轻的艺术家和我们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的 您现在不仅是在纽约也同时在上海工作和生活 那这两个国际化大都市 给您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或者说对您的艺术创作也好 或者对您的这个灵感呀 两个城市相当的类似 几乎有时候你会混淆 你是在上海还是在纽约 那么我们的那个艺术中心叫STEP 是在万国建筑群的外滩 那么到现在一共是有九年了 我们在里面策划了很多活动 有本地的艺术家 有国际上比较知名的艺术家 我们也会邀请当地的一些媒体 还有当地的一些教育工作者一起参与进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连接纽约的这么一个桥梁吧 这个空间 那么对我来说 我也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朋友 很多业态内的好朋友 这些朋友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那么我后来就是最近几年开始自己做了一个品牌 叫薛洋工厂 那么我认为的艺术品现在在疫情之后 刚才您提到了疫情 那么疫情之后其实有一点变化的 我觉得它不光要去用自己的冒险精神 去破坏性的做自己作品 而且怎么样进入观众和老百姓的生活 它可能也很重要 那么我想去做这么一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初衷 就是让艺术更有accessible 去进入到日常百姓家吧 我不会去 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 有一个明确的标价 几万美金十几万美金 之前我们说所谓的艺术品都是很贵的价格 老百姓是不会买的 买不起 普通老百姓都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我宁可家里换个墙纸 我也不会去买一个超过五万美金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个sweatshop的一个时候 每天警告自己 你的作品是做给邻居的大妈的 你的作品可能是做给你儿子的一个同学的 让艺术更有人可以接受 对 更有accessibility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功能也更公开化更强大了 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而且真正的是在传播艺术 因为其实你说艺术的功用是什么 艺术的功用很大一个程度 我觉得是美化人们的生活 我觉得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您说的之前说的这个我们启迪人类思考 去改变这个社会 当然这是艺术的功效之一 但是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效 就是去美化生活 提高大家的审美 去培养大家的一个美誉的一个基本品位 但是如果你把艺术品弄得高高在上 大家无福销售或者没有能力去销售 那这个艺术品只能是放在博物馆里 很少一部分人去参观的东西 你说的太好了 这个就是我做我们渲染工厂品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进入百姓家 那么你知道那个I love New York那个logo 也是我们纽约视觉的主席设计的 这个logo其实到现在基本上没有copyright了 你到全世界每个地方他们都会 换成不同的词 I love Shanghai I love Hong Kong 真的都会说 但是这个设计师有没有去和他们去声讨copyright的版权 没有 这个是一处最最伟大的地方 你当一幅画像真像Mana Lisa一样 像Andy Orr一样能够大家去copy你 复制一下也没有太大的麻烦的话 那你的作品就进入了老百姓家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做到的 希望我们小孩 希望我们学生也能做到的 嗯